现在根据英国媒体金融时报的报导 美国国防部负责中国大陆事务的副助理部长蔡思要访问台湾 针对路透社记者提问到美国高层的国防官员访台 大陆是否会以军事行动来表达不满呢 对此中国大陆在昨天的这个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头是没有回应的 但是他们重申坚决反对任何形式 美台官方往来跟军事联系 金融时报的报导就说 美国国防部负责中国大陆事务的副助理部长蔡思 17号已经抵达台湾来访问了 成为拜登政府迄今访台的最资深国防官员 但是现在尴尬的是因为美中关系 因为气球事件降至新冰点之际 五角大厦高层罕见访台格外受阻 很可能会进一步激化美中之间的关系 但是国防部外交部还有美国在台协会17号都并未对此事来做证实 而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则是对此表示坚决反对要求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还有军事上头的联系 而就在美军的战机击落了大陆的侦查气球将近两周之后 美国总统拜登16号是首都在白宫就这次的风波正式对外发表谈话 拜登就表示他预期将会跟中国大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来通电话 针对这一危机来进行沟通 要厘清事情的真相 而大陆的央视现在就发布了这一段山东舰在南海进行演习的影片 舰员在影片当中是用中英文并用来喊话 曝光了近期山东舰极有可能是在南海遭遇到了美国的航母 而就在美军的尼米兹号还有马金岛号呢 两艘航母级的军舰在南海军演之后 美非两国也宣布4月将会进行8年来的最大规模军演 中美在南海这边的角力逐渐升温 战机喷出红色火焰从航母上迅速升空 解放军公开山东舰在南海实战对抗训练影片 舰员中英文并用喊话引发关注 大陆军事专家指出当解放军舰机遭遇外国军舰机时 就需要用英文表明身份并保持安全距离 而影片中的这句话曝光了近期山东舰在南海 遭遇美国航母的极大可能性 影片曝光时机点刚好就在美军宣布 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以及马金岛号 自二月十一号在南海展开演习之际 而马金岛号这艘准航母级军舰 还搭载美军陆战队第十三号远征军 解放军随即宣布在南海举行演训 互别苗头意味不言可遇 而尼米兹号演习后美非军演四月接力登场 在外传美国众院议长麦卡锡可能访台十几点 菲律宾军方宣布美非联合军演四月展开 也是二零一五年来规模最大的美非联合军演 这次演习内容将会包含实弹操演 军机攻击都市战以及抢滩登陆等项目 双方参演兵力约有九千名陆海空军 其中美军投入兵力大约五千一百人 其实在公布美非军演前夕 菲律宾指控大陆海警船两度以军事级雷射 照射飞国补给船 甚至造成船员短暂失明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也召见大陆驻飞大使 表达强烈抗议 中美海军航母战斗群自今年初开始 就已经在南海地区频频互修肌肉 可以预见未来南海情势可能将会不断升温 菲律宾地处重要战略要冲 地场可能牵动区域情势 记者黎静综合报道 美国白宫现在证实在顺利亚发动突袭 击毙了一名伊斯兰国集团的高阶领导人 但是这个行动过程当中也导致四名美军因此受伤 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科比表示 这四名美军还有军犬虽然受伤但是目前都没有生命上头危险 而目前正在伊拉克的美国医疗设施来接受进一步的治疗 德国有八座的机场的工人 17号展开24小时的罢工要求提高工资 由于现在生活成本的增加 因此工会代表跟资方来谈判 希望可以透过增加工资来弥补员工的收入 但是初步是没有结果的 德国机场协会表示这个罢工的行动将会影响到 将近30万名的乘客 还有2300多个航班 老力耗尽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钟来包摸摸水 放通心情 舒缓焦虑 帮助睡眠 让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充饱店再出发 蜡气的推荐代码 CTI567 还有主播出人物 CTI444